开国元帅彭德怀一声坦坦荡荡 无私无畏 可却在建国后 因为中央的一道升职任命 罕见的耍起了大牌 甚至不顾周总理的好意挽留 偏要出国 可奇怪的是 彭德怀的这次异常之举 非但没有引起任何不满 还让大家打心眼里的佩服他 明明放着升职大好机会不要 他为何要言辞拒绝 这背后又有哪些隐情呢 1952年4月 彭德怀从朝鲜回国 此时的他不是凯旋而归 而是戴伤而归 在几个月前的一次战斗中 彭德怀不慎遭遇联合国郡的毒气弹 起初只是在左前额处冒出了一个小流子 他根本没当回事 可随着高强度的工作 流子情况加剧 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生活和指挥作战 中央得知后立即下令 要求他回国接受治疗 一边是尚未定局的战场 一边是美矿预下的身体 在中央的不断催促下 彭德怀只好立即启程回国 幸亏治疗即使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和手术 他的病情终于趋于稳定 他虽然人在国内 可心里始终放不下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们 身体稍微一有好转 他就立刻向组织上打报告 请求返回朝鲜战场 但却被中央直接驳回了 事实上彭德怀这次回国 中央就没打算让他再离开 在他回国养病这段时间里 几位领导人已经为他安排好了后续工作 出任军委参谋长 周总理在探望彭德怀时 向他提出了留在中央军委工作的计划 彭德怀听后不顾身体 直接从病床上站了起来 他一再强调自己的身体即将痊愈 重返战场完全不是问题 让他担任军委参谋长 无异于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他恐怕难以胜任 相比较之下 很多比自己有能力的年轻人 显然更适合这个职位 此后中央军委多次发来邀请 可无一例外都被彭德怀一口回绝了 无奈之下只好请毛主席亲自出马 可在主席面前 彭德怀依然不改意见 主席 我彭德怀学东西慢 这辈子只会种地和打仗这两件事 您让我当这个总参谋长 我实在是害怕无法胜任 况且我也不是那个做办公室的脾气 跟谁也不好打交道的 两人作为多年的老战友 毛主席何尝不知道彭德怀的脾气和想法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人 一生最钟爱的就是战场 不过毛主席自然有他的劝人智慧 他笑着说道 没想到我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 打鬼子 打老奖 打倒一切反动派 甚至都跟17个国家的联合国军 打得有来有回 竟然会害怕一个总参谋长的职位 怎么 是觉得这个职位等级太低 服从中央任命留在国内军委工作 而另一边的朝鲜早在彭德怀临行前 就推荐复职邓华代替自己 执行朝鲜战场上的最高指挥权 当朝鲜局势由对质转为谈判后 邓华主要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停战谈判上 而中央与彭德怀经过商议决定 派杨德志出任总指挥 肩负起指挥志愿军作战的重要任务 最终无论是前线战场 还是谈判桌上都取得了圆满的胜利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视频点赞留言 加个关注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